Leo聊世紀 聽聽的榮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 王芳選擇的是波蘭人 波蘭人也是我個人最喜歡的文明 波蘭人他的經濟是非常好的 他只要在自己的大莊園旁邊撒下農田 就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收成量 那波蘭人的話比較適合打騎兵單位 那騎兵單位的話他沒有三騎馬凱是稍微可惜了一點 那因為他的銀貫技術貴族特權的關係 一隻騎士只要30黃金 比你出公兵還要便宜 所以波蘭人就沒有這個三騎馬凱 可能就是借以削弱吧 那波蘭人他是一個全能性的文明 步兵 公兵 騎兵都可以打 步兵的部分的話比較推薦打自己的寶兵 這個戰錘兵 那戰錘兵呢同時也是可以破防的單位 沒打一下就可以減少一滴的防禦力 那這個能力呢讓波蘭人遇到條盾 或是斯拉夫人 或是保加利亞的血液步兵 都會有一些不錯的效果 那波蘭人的奴兵的部分 還有這個強弩 那強弩的部分呢還有拇指環 所以拇指環攻速很快 對於波蘭人來說也是OK的 那波蘭人後期喔 主要還是打自己的騎兵單位主 這個劣克提克遺產 那若滿可以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讓波蘭人後期喔 即使不用黃金兵走 也可以打出成盾的傷害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黃色 不好意思 介紹一下灰色 斯拉夫人 那斯拉夫人呢 他也是一個農民文明 他的特色呢 是灑農田的這個農田效率喔 是有加成10%的 所以斯拉夫人的種田效率喔 也是非常非常快的一個文明 那讓斯拉夫人呢 中後期喔 可以轉出大量步兵或是騎兵喔 去做牙制喔 那斯拉夫人喔 雖然他有三騎的馬鎧跟攻擊力喔 但他本身是一個沒有遊俠的文明 所以到後期喔 真的要打騎兵的話 只有兩種選擇喔 一個就是大落馬 不然就是貴族鐵型 那為什麼不打重裝騎士呢 因為重裝騎士 可以說是沒特色喔 沒有特色之外喔 而且很容易被針對嘛 那你還不如打這個步兵 可以打這個金罐喔 王家四叢 那王家四叢這個攻擊呢 也是讓自己的步兵喔 獲得擴散傷害效果 所以破爛人跟斯拉夫人 其實兩邊都有一個很相似之處喔 就是農田都有加成喔 而且都有這個 讓垃圾兵喔 可以獲得擴散傷害的一個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決喔 是非常經典的一個比賽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吧 那目前看到斯拉夫人的黃金在上方 左邊有果子 那下方的話有石頭 右邊有黃金 左邊有黃金喔 哇看起來斯拉夫人地圖 是還算可以的喔 沒有到太差 因為有一塊附金在後面喔 即使金在前面有點難受 但至少後面的金喔 可以讓他喘息一下 但有個小小缺點喔 這邊都是要稍微圍住喔 才可以安全的挖掘喔 那以防守來說的話 斯拉夫人還是要花比較多的這個村民喔 去圍家才可以圍好 那要不然的話就是稍微小圍一下喔 就只圍個正面 稍微圍一下 好TC連防圍一下 這裡圍過來 然後上面這個地方喔 可能就這樣圍一下 圍一下圍一下 或是直接圍到底也可以喔 就圍到底可能比較實際喔 那不管怎麼圍喔 都是有點難圍喔 那來看一下破爛人 那破爛人的話 他的這邊的圍法 就比較正常 就是一個摸字型的 而且這邊是有木頭堵住的喔 所以這邊破爛人 只要把這邊圍起來 然後這邊圍起來 那玩破爛人的話 盡量喔 要把果子圍在裡面喔 因為你的大莊園喔 是你的命脈 在你的大莊園被騷擾的話 基本上你也是 偏涼掉了 欸這裡有個洞喔 OK 他圍這樣寫的 不是圍紙的 這樣的話圍起來就會很危險 對方如果轉出毛筆或是插箭塔 會直接被控住這個大莊園 好 那上方看起來也還OK 那如果是這樣小微的話 圍花的資源就很少了 就不需要花太多資源 就可以圍好了 好 那破爛人呢 他這邊的金礦是在裡面喔 或是在外面喔 會比較難收一點 黃金在左右兩邊喔 看起來其實不錯的喔 他總共是有四片木屑喔 前面如果這個不算的話是三片 那三片木屑的話厚度也OK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至少是一個合格的 合格的圖喔 因為他的附近喔 都在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這些都是在偏後方 沒有到正面外圍的地方 好 那目前看到斯拉夫人是打了一個 三棒棒開局 破爛人這邊是18匹 好 升了上去 然後開始要來準備 應該是轉弓兵會比較適合一點 但是他這邊沒有挖黃金喔 所以應該是會轉肉嘛 對這邊是轉肉嘛 沒有錯 那斯拉夫人這邊只有一個人挖金礦喔 所以裝甲步兵按下去 待會還可以再接續喔 轉弓兵的部分喔 那裝甲步兵斯拉夫人目前喔 這個步兵是沒有其他加成 就是一般裝甲步兵而已 那這邊的裝甲步兵的用意喔 是要來讓這邊的村民鳥去修理木牆 讓破爛這邊有一隻村民鳥 是沒有辦法正常採集資源的一個效果 而且也需要讓破爛一直去花資源喔 去修理這個木牆 那破爛人這邊出了肉麻 但是破爛人的肉麻一開始是很難出的 因為他這個農田喔 是需要花木柴去灑下 一定要灑了一圈田喔 這個肉量才會開始穩定起來 不然前期是很容易斷肉麻 那斯拉夫人把三隻裝甲步兵開始前壓防治 過來的槍兵直接往前走 戳掉了一隻肉麻 還把另外一隻肉麻出到殘血 不然這樣子其實就有點虧了喔 因為把自己的肉麻往前授給對方壓力 反而在家裡防守 這樣是一個不太好的打法 因為你用肉麻去解的話 其實會解的有點虧喔 因為人家裝甲步兵是六弓喔 你一定要數量夠多的肉麻才能解掉 那數量少之前 就可以去嘗試前壓 好 斯拉夫人這邊拉了五隻村民出來 看起來是要來打一個裝甲塔 那裝甲塔這招是哪時候打比較好 其實裝甲塔是你想打就打 在你地圖很爛的時候更需要打 為什麼地圖很爛就更需要打 是因為你地圖很差的時候 你不會為家嘛 那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只要讓對方一直瘋狂防守家裡 不要不出門的話 那這個效果就做到了 而且裝甲塔即使插外面塔 你也可以把這個石頭放在家裡插箭塔也OK 所以裝甲塔這個戰術來說 雖然很傷經濟喔 但是他至少是一個攻守兼變的戰術 不會有那種太大的漏洞出現 如果有的話 那就是自己太大意了 沒有閃 肯定是這樣子 像是這種情況 斯拉夫人現在不知道破爛人在哪裡 前方就要放一些槍兵在前方防守 那後方的位置 金礦處或石頭處 可能就要插一根箭塔 在這裡防守一下過來燒的肉 但破爛這邊是直接把肉桶都放在家裡 也不前壓 也不去嘗試抓到對方蓋圍牆的村民 這一點破爛人這邊是做得不太好 破爛在這邊果然下了第三個大莊園 正如我說 這個破爛人的命脈也是大莊園 斯拉夫人這裡也很清楚 插了一根箭塔之後 這裡果子是吃不乾淨 而且大莊園也不能繼續撒農田 這兩片田被控住之後 其實效率變差了一些些 但還好 我斯拉夫人拉這四村出來蓋箭塔 然後在裡面射箭矢 其實沒有做到其他的經濟效益 就是要拖他的時間 那這樣是打得還不錯的 這邊毛兵直接往前 第一時間是想要去攻擊後方槍兵 肉馬直接到了後方 直接打了前方的裝甲步兵 我覺得毛兵直接點後方的槍兵就好了 槍兵一結束讓肉馬原地開打 加上一些村民的傷害 這一波要拿下來應該不是問題 這一波破爛人拉的村民數有夠多 大概拉了四五村左右 六村喔這麼多 好那這裡有一隻村民可能會被射死 哇減一村 但裡面有四隻村民來得及跑掉嗎 波蘭這邊還有五隻肉馬 但這邊有些肉馬顯然是有點殘血的 斯拉夫人會不會回頭反擊呢 還是直接全部要吃掉 我們就來看這四隻村民可不可以換掉呢 哇看起來有機會喔 肉馬繼續往前 遇到槍兵 我覺得也不要管槍兵的 直接搜村民比較重要 硬吃這個槍兵傷害喔 換掉四村喔更賺喔 那剩下兩隻村民 兩隻肉馬 哇被戳掉剩一村 那還有一村走掉了 應該是OK啦 但是這樣子三比一的一個交換喔 斯拉夫人其實經濟會很差喔 但目前看起來 斯拉夫人的資源喔 還是挖得太如石頭造成喔 這幾經濟沒有那麼好 而且這四村喔一直在移動喔 跟防守 所以也沒有挖資源 現在波蘭人這邊的資源量 基本上是可以穩定升到城堡時代 好 斯拉夫人這裡點下了一級龍 然後點下了城堡時代 我剛剛想說他其實應該可以點城堡了 稍微買賣一下 OK 好像也沒有買賣吧 直接點上去 好 波蘭人這邊也可以升級城堡時代 兩邊時代差距不遠喔 大概都在一分內而已 45秒 好這裡還有一村沒有想要回家的意思 那斯拉夫人在這幾次改版喔 老頭有新增一條能力喔 是移動速度增加20%的效果 讓這個能力呢 讓他變成老頭移動速度最快的文明喔 哇結果第四隻村民也是被收掉了 哇這個想要在外面偷搞事 結果失敗了 那如果這隻村民沒有被收掉的話 就可以往前前要 蓋這個生頭戰術喔 斯拉夫的生頭戰術也是蠻厲害的 現在有這個老頭的移動速度加成 而且工程器單位又很便宜喔 所以斯拉夫人城堡時代打生頭是不差的 那目前看起來斯拉夫人這邊是想要去插城堡 而不是要蓋工程器製造所 好直接打一個寶壓 那破爛人這邊剩世代有點慢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補下自己的騎士 好但城堡時代也升級好 終於可以按下騎士了 但是這裡的槍兵一直在騷擾當中 這邊肉麻送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正經破爛人第一時間剩下了二級色 開始轉出來的工兵 按兩隻騎士 想要來反擊一下回去正面的槍兵的問題 好 斯拉夫人這邊果然轉出了老頭開局 那破爛人如果看到雙修道院的話 應該就有心知肚明了 自己就可以考慮轉個肉麻開 然後轉工兵也都ok 好這邊第一時間老頭一出來 就被這邊三隻騎兵單位給收掉了 斯拉夫人這隻騎士非常氣憤 當然斯拉夫人城堡位置選擇還沒有決定 當然破爛人已經決定要蓋在上方的位置了 那下方這邊大莊園可能就會有點危險了 好斯拉夫決定要蓋在中間這個窄口 這個有夠窄 好那這裡有兩隻工兵 在這邊可以去射村民 阻止對方蓋箭塔 好城堡中間蓋好 好那如果這時候我是破爛的話 看到你在這邊蓋城堡 我後面就會馬上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馬上出衝車開始輸出 但是對方也可以 產這個騎士 或是貴族鐵器 在這個城堡裡面 一出來就把這個衝車打掉 也是ok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破爛人 是並沒有想要先拆掉這棟城堡 而是選擇要來打一個開農路線 好這裡騎士又再次被招翔 但是再次順利的把自己的騎士給delete掉 好村民還在努力的蓋城堡 好工兵還在繼續騷擾當中 城堡%數已經來到了88% 後面兩隻騎士和努力 好結果這裡有一隻工兵被招翔走了 好這時候才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那工程器製造所 裡面的衝車至少要4到5台 會比較好一口戲拿下這個城堡 因為如果你陸陸續續出來的話 對方很輕鬆 就可以用自己的騎兵單位 或是貴族鐵器 直接慢慢收掉這個衝車 那數量一多的話 對方也會來不及反應 好破爛這邊點一下了肉馬的升級 後面大眾人繼續灑 可以這個大眾人直接灑到這個邊邊角角 決定只灑五片田也甘願 好這時候斯拉夫人也補下了三棟城鎮中心 3TC開農 斯拉夫人也補下了二級伐木 破爛人這邊也可以考慮補個一下二級農 因為破爛人的農田這個肉量 是可以決定他這個再次灑農田的 立即收成8%肉量的最大數 所以破爛人的這個農田科技越早點 對他的加成越是更好的 好破爛這邊點一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但是沒有出衝車 然後斯拉夫人在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隨時也可以安一台投石車 去防止對方的衝車過來寫這個城堡 但這個城堡的血量本來就有點不太多了 是3000多滴血而已了 左邊在補一根城堡 好破爛把自己的防守線都快要補滿了 但中間位置還是有點危險 OK馬上補下了二級農田 這裡有幾隻工兵走了進來 斯拉夫人被迫拉村民走掉 但只要沒損失村民就很厲害了 哇還是損失了一村 這四隻工兵再過來 但是後方騎士已經來了 看能做到事情有限 好結果裡面有台投車 靠防守住衝進來的衝車開頂 目前看起來斯拉夫 是要打一個貴族鐵鞋 開始慢慢轉出貴族鐵鞋了 看到裡面有一根旗子 他可能意識到這裡面有衝車 所以已經開始在存一些貴族鐵鞋 在前面預防 對方的一個壓制 衝車壓制城堡 好 那家裡的問題不大 因為現在沒有騎士在騷擾 露馬的部分也是出很少 結果 突然轉出來的是 炸藥桶配衝車的一個搭配組合 但貴族鐵鞋數量很多 有五隻但這爆桶炸得很快 直接炸了五個傷害 最後可以用衝車收掉這根城堡嗎 還有226滴血 很可惜啊 忽然花了大量資源 存了自爆桶 但是卻沒有拿下城堡 反而讓沙夫人 可能有機會修理的回來 這根城堡 忽然沙夫人是用騎士解掉了前方的衝車問題 忽然這時候點下了貴族特強 想來轉騎士 那轉騎士打貴族鐵鞋其實有點 無力啊 因為貴族鐵鞋的基本的防禦率是4 精銳是8防 這個防禦能力實在是非常強大 那破爛人轉出騎士要來扛貴族鐵鞋的話 講實在的扛不太下來可能性是偏高的 因為騎士一般是10攻嘛 那重裝騎士12攻 那使用12加416攻 然後對上斯拉夫的11防 打一下貴族鐵鞋只有5滴血喔 最終形態 很有可能喔 也有可能是波蘭這邊出騎士 是為了去騷擾 而不是要扛住正面 那可能是想用自己的戰錘兵去防守 對方的貴族鐵鞋 那戰錘兵這個單位喔 就是非常適合打對方的貴族鐵鞋的一個能力了 每打一下村民都會 這個防禦都會-1-1喔 直到歸零為止 這個戰錘兵可能要被招掉了 好 兩個戰錘兵都被招搶走 兩個城堡又在建立的起來 突然兩個城堡守在這個位置 好 這時候按了3台4台5台6台的衝車 太狠了 斯拉夫人這時候補下了1級的馬鎧科技 突然則是2級馬鎧已經升上去了 防禦已經升完 果然出騎士不是要去防守正面 而是要來直衝斯拉夫人家裡 這邊直接走到農田地方 但也沒有直接打木門的意思 可能是要繼續繞備嗎 好 就往後走了 並沒有往前 好 這邊是不是看到了衝車的關係 所以把所有的騎士拉回家裡了 並沒有想要繼續往前喔 好 這邊自爆童還是順利收掉了上方的城堡 好 這邊自爆童炸得非常漂亮 非常多的衝車 一瞬之間就被炸掉了 那自爆童打衝車效果是很好的 好 再來炸個一下自爆童是要炸後方城堡嗎 那後方的騎士有點...扛不太住 但自爆童都炸到了幾發傷害 血量有點纏住了 那目前是破爛這邊有2級射的優勢 箭矢射這個... 會毒鐵血喔 傷害是非常高的 但很可惜喔 這個是沒有彈道血 所以目前對方還是有這個數量上的優勢喔 好 突然這邊木頭很多喔 非常多的貴族鐵血已經衝了進來 突然的村民開始有點慢慢下降了 哇 這個貴鐵好強大 好能扛阿 好 後面還有少量騎士繼續追逐當中 但箭矢果然打這個貴族鐵血喔 很痛喔 貴族鐵血是蠻害怕箭矢喔 但是他這防禦也是正常的騎士2防 好 這兩根城堡還在互射 好 把剩下殘血的貴族鐵血全部拉回來 要是這邊的貴族鐵血在用村民把血量給補回來的話 那麼斯拉夫人的阻力喔 就不會消失喔 好 突然這時候按了更多的自爆桶往前衝 突然自爆桶戰術 我的天 有料嗎 再一把 OK 炸掉了這裡的自爆桶 這個城堡終於拿下了 這個自爆桶打得非常精銳喔 波蘭出自爆桶這個想法其實蠻心意的喔 因為 自爆桶這個單位是很吃肉類的 所以城堡時代大部分的文明喔 是不會去除自爆桶這個單位的 反而是衝車會更多一點喔 如果真的要拆除城堡的話 那波蘭人出自爆桶拆城堡這個打法 真的是蠻特別的 而且這個自爆桶也可以防對方衝車喔 效果還真的是蠻不錯的 好 這邊大量的騎士直接衝了過來 老頭要繼續著想嗎 但這邊著想可能會有點來不太急 後面老頭直接被砍掉了三隻 後來有兩隻老頭活了下來 會如鐵騎直接把老頭給包圍住 但是波蘭這邊的騎兵數量明顯不夠 波蘭在騎兵內戰來說 是相對劣勢一點點的 因為波蘭人喔 本身是 沒有這個槍兵喔 這個擊兵的最強升級了 只有中張強槍兵喔 而且也沒有駱駝 所以本身要打贏對方的騎兵單位 其實是很困難的 而且三隻馬侃也沒有遊俠 結果波蘭這邊大量村民直接被收掉 雖然兩邊基本上是同時點了帝王時代 但波蘭這一波損失大量的村民 可能會讓他一波倒喔 而且這裡有兩個大莊園喔 也是要落入敵方手中了 這個大莊園看起來也是 不能繼續撒農田 這個沒有辦法正常營運喔 結果想要來蓋城堡 還被對方的貴族鐵析給阻止掉了 雖然正面兩根城堡是連根拔起了 但是波蘭的經濟量稍微下修了一點點 101吋對上128吋 村民差距約為27吋的村民 好消息是兩邊都有點下手推車喔 其實後期的經濟量還算不錯 這邊貴族鐵析又稍微防守一下 主力過來了 主力看到主力直接掉頭就走喔 上方劍跟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 按了一些衝車 開始來化解一下城堡的問題 好趕快把這個城堡Delete掉 回收一下一些石頭 好不然這邊可以考慮喔 轉一些槍兵互打 但如果轉槍兵互打的話 會打不贏對方的槍兵喔 因為人家的斯拉夫人喔 帝王時代有這個王家四重 護兵有這個擴散傷害的能力喔 但破案人的槍兵喔是沒有任何特殊能力的喔 而且只有槍兵沒有這個擊兵喔 所以破案人要怎麼反擊回去 對方的槍兵配上貴族鐵析的策略呢 如果轉強弩的話 雖然可以有效解決喔 對方的這個槍兵的問題 還有貴族鐵析很耐抗 近代傷害的問題喔 但是問題是 如果對方斯拉夫人 轉出了頭石車或是奴炮之類的單位喔 自己的工兵喔 又會被針對喔 所以這邊要考慮的是喔 要不要直接轉戰錘兵喔 直接出來砍喔 現在戰錘兵可以破防喔 對方的裝甲 那轉弓兵的部分的話 雖然有後勤傷害的威力 但是並沒有辦法保證喔 自己的... 這個弓兵可以好好的存活下來 但是戰錘兵的話 就有點像是其他文明的這個... 不齊作戰喔 槍兵配遊俠 好 那這邊馬上就點下了 喔 擊掠奧不齊 擊掠奧不齊 血量95第一血 而且造價很便宜 攻擊力基本上有10攻喔 而且沒打一下 都會減掉一攻的防禦力 一點的防禦力 好 貴族鐵齊正面要來扛了嗎 好 這時候波蘭人上前開打 波蘭人第一波的戰錘兵 直接損失殆盡 後方大量的貴族特權的重裝騎士 想要正面打回去 貴族鐵齊 貴族鐵齊被逼退了一下下 但是正面的波蘭城堡被收了下來 好 忽然這時候三級 步兵鎧甲還沒有點 反正是先點下了城鎮巡邏還有工會制度 三級農田也補下了 哇 在戰爭之餘還在偷攀經濟科技 還有其他的視野科技 這個有點太偷了 這裡是應該要趕快轉出更多的騎士喔 還有這個三攻三訪才對喔 這個三攻沒有點下喔 自己的步兵跟騎士喔 少這三攻是差很多的 這裡有1800黃金 但是有點難花掉 因為偷懶的兵現在都很便宜喔 這個成本招架都不超過30黃金的情況下 那要花完1800是還需要一陣子的 好 正面大量的衝車衝了進來 而且上面裝載了非常多的槍兵喔 槍兵一下來 開始對著波蘭德貴族特權的騎士 進行大量輸出 而且這裡是個宅客 後方大量的騎士都在後方發呆 沒有辦法正常輸出喔 哇 結果這個交戰 讓波蘭德正面部隊損失殆盡 但是這邊也是拉了一些騎士 到了斯拉夫人家裡做騷擾 但斯拉夫人的防守 也是做的滅不透風的 馬上就收村了 而且有風扇風險喔 讓所有的村民喔 都可以盡可能躲到城堡裡面 不是城堡裡面 這個城鎮中心裡面 好 後來這時候補下了增兵技術 想要來增加一下產兵的速度 但是這一頭的重裝騎士喔 本來從頭二三十隻喔 現在只剩下七隻了 打那堆槍兵喔 打了這麼久 這個對斯拉夫人來說是很賺的 好 那波蘭德這時候 還是沒有點下三攻三防 步兵的鎧甲也是 最重要的三攻三防都沒有打 忙著在控兵喔 結果斯拉夫人這邊三攻已經好了 而且步兵鎧甲也早就已經升好 那三級的馬卡也正在路上了 那波蘭德這邊呢 則是還在點奇怪的東西 好 雖然這裡有三個城堡出戰 垂兵效果非常的穩定 好 可以先補了一個三攻 那待會的防護力喔 我覺得要優先升級 那個步兵鎧甲 那弓箭的傷害喔 先暫時不用去補喔 雖然提升箭矢的話 可以提升自己的 城堡的射程跟威力喔 好 但是波蘭這時候突然打出了GG 哇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大裝備被妥了一波 村民處下降了一些些喔 變成102村 正面的貴族鐵騎的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這個大量的戰錘兵扛在這面喔 但是貴族鐵騎絲毫無動於衷 雖然自己的防護力被削減到變成8-6 防護力基本上快要歸零了 也是兩滴血 但至少還是扛下了非常多的傷害喔 一隻戰錘兵靠這個貴族鐵騎 靠了6下喔 他的防護力才快要變成歸零狀況 那樣子其實要打掉大量的斯拉夫的貴族鐵騎 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那破壞人這邊轉三級射的話 也可以考慮一下 是因為打這個戰毛兵阿 或是打一些奴兵喔 在後面偷射喔 補一下這個戰錘兵的傷害喔 其實不錯的 算是自己的騎士喔 可能也不用出喔 直接轉一個 奧比奇戰錘兵 然後配強奴 還有大洛馬 烈克提克遺產喔 可能會更適合遇到斯拉夫人死的一個策略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波蘭人拿下木材跟食物的勝利 黃金則是由斯拉夫人拿下大概約800左右黃金喔 然後變成經濟量差不多喔 但是波蘭人的肉量或許喔實在是太誇張了 3萬鷹跟2萬4喔 這個經濟差距喔 差距大概6000左右吧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說 波蘭人是西里果裡面喔 柴肉最快的文明喔 連斯拉夫人喔 都有點快速不太上喔 你要看喔 斯拉夫人這件事 都已經打步兵跟騎兵了 肉量吃到最滿的那一種 但是卻還是輸給了波蘭人的開農的實力啊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